滚蛋吧 谣言君 本节目由美赞陈兰真 独家冠名播出 37度母爱不断 贴近宝宝天生需求 宝贝 水来了 不能喂水 你看萌星便便干的 都上火了 还不喂水 还这么小 真的不能喝啊 还不给宝宝喝水 你看 都上火了 Professor 求帮助 滚蛋吧 谣言君 萌星正是喝奶奶的时候 喝什么水 这天不喝肯定不行 不要以你仅有的身高 凉度我知识的高度 六个月以内 切春木乳喂养的宝宝 通常无需补水 因为木乳中 不仅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更有高达80%至90%的水 足够宝宝解渴 而且宝宝的胃很小 喝水也会影响宝宝的喝奶量 且坏处更多 所以宝宝渴了 请喂奶 这水就不能喝了 当配方奶的宝宝出现这种情况时 可以适当地喝 而宝宝大于六月零后 就可以放心地喝水了 红星便便这么干 就是需要多喝水 懂科学 鱼儿 无所畏惧 就让马大夫来告诉你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我在这呢 长路十八弯 我差点就懵了 便便干硬 喝水也只能促进肠胃的蠕动 想要解决问题 还是要多喝母乳 因为母乳低聚糖 不仅能帮宝宝的便便饱水 为宝宝带来黄金便便 更能帮助肠道有益生长 使肠道更健康 而妈妈们做熟悉的一生园 其实就是模拟母乳低聚糖 但要注意哦 长短练一生园组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模拟它的作用 保护宝宝的肠道健康呢 母乳里还有 能助于减少宝宝肠道有害菌的乳铁蛋白 当乳铁蛋白和母乳低聚糖 或者一生园联手时 能为肠道带来双重保护 而且母乳中还有能为宝宝 成就敏捷大脑的MFGM乳脂球膜和DHA呢 还有一点 当宝宝没有母乳喝时 妈妈们要为宝宝找到 符合天生需求的奶粉 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很重要 尤其注意乳铁蛋白的含量 和长短练一生园是否齐全哦 好的 感谢妈大夫 娃威对了就不怕上火 本日网栏科学养娃建议如下 一 六月零以前 母乳能够满足宝宝兑水的需求 而当宝宝开始接触其他食物时 就可以适当喂水了 二 母乳低聚糖能帮助肠道有益菌生长 乳铁蛋白能减少肠道有害菌 强强联合带给肠道双倍的保护 黄金便便从此不再是梦 三 血奶粉时 要注意乳铁蛋白的含量 和长短练一生园是否都在 这样才能更好地 为爸爸延续妈妈般的呵护 谢谢Professor 兰 不用感谢我 虽然可以靠脸吃饭 可我就是看不惯漫天的谣言 滚蛋吧 谣言君 我还为他回来的 别喝我们萌新的奶 这儿有水 你喝完了赶紧走 这奶又好喝又解渴 你就让我再喝一口吧 这可是我千挑万选的美赞成蓝珍奶粉 除了乳铁蛋白含量高 还有长短练一生园 萌新吃了每天都是黄金便便 身体棒棒的 这么好 我上不下了 总有人说萌新比隔壁加瓦瘦 问我是不是奶不够 让萌新营养不良了 真的是这样吗 Professor 兰 快来帮帮我 感谢由贴近宝宝天生需求的 美赞成蓝珍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美赞成中国微信公众号 回复乳铁蛋白 了解更多宝宝天生抵抗力的秘密 乳铁蛋白保护力 健健康康好人体 乳质球莫营养多 防御力脑梨 DHA IQ要飞 小脑瓜巴巴满滴 这些宝宝天生作绪 每赞成蓝珍都给你 乳贴蛋白保护力 乳质球莫油墨力 DHA IQ要飞 每赞成蓝珍都给你 蓝珍 蓝珍 营养丰富很能高 给宝宝天生所需